哈囉YouDoers 我是Key斯汀 能夠在一個領域被稱之為神 也一定是在那個領域有著超凡出眾的貢獻跟影響 今天要介紹的這個故事非常感人 他對拉麵的無私奉獻 以及帶出眾多的子弟兵 在日本的影響力甚至可以說是拉麵界的白鬍子 今天就要跟各位介紹這一位拉麵之神 山南英雄 1934年生於日本長野縣的山岸一雄 年幼時期遭逢二戰父親早逝 小時候原本想當海軍的他 因為二戰結束最後跑去東京打工 1951年山岸一雄17歲的時候 跟著在拉麵店當學徒的堂哥一起開店 開業10年後山岸一雄27歲決心要自己獨立門戶 當時的他娶了從小一起長大的青梅竹馬二三子為妻 他答應老婆會好好工作讓你過上好日子 當時他倆很窮 為了創業把所有的資金都投入到店裡 家裡窮到只剩下一張床跟床單 在兩個人的努力之下 東池帶大勝軒開一張大吉 開店的前面幾年 大勝軒只是一間普通的拉麵店 在附近小有名氣 但是不至於全國知名 山岸英雄自己因為16歲的時候很窮 常常吃不飽 所以店裡有一個習慣就是給麵份量非常大方 他說拉麵是便宜的東西 希望每一個人進來店裡都能夠吃飽 有力氣回去工作 因為每天的煮麵量非常的大 每天晚上大勝軒都會把沒賣完的麵放涼 一雄跟太太就時常把涼麵 搭配著拉麵的聖湯當作晚餐 久而久之這個沾麵的吃法就變成了店裡固定的員工餐 某天有一位客人很好奇的問了山岸英雄可不可以吃吃看他們的吃法 一吃之下就非常喜歡 因為麵條可以長時間的保持彈牙的口感 這個小契機讓山岸英雄開始思考 是不是能夠把這個做法變成正式的菜單 經過一些時間的開發研究 大勝軒的招牌沾麵就問世了 創新的舉動在當時一炮而紅 東京區拉麵的愛好者快速注意到了這種特別的吃法 也吸引到了媒體的注意 大勝軒成功了 山岸英雄成功完成當初承諾妻子的約定 過了許多年之後山岸英雄自己說 大勝軒成功的秘訣是讓味道保持不變 不創新 堅守傳統保持同樣最高峰的味道 他每天早上四五點起床備料 湯頭是加入雞骨、豬骨、豬腳 再加入洋蔥、紅蘿蔔、薑和大蒜 最後再放入山丁魚乾跟青魚片熬煮而成 每天大勝軒只開四個小時 堅持只賣兩百碗拉麵 因為這就是他所能維持品質的最大數量 堅持不懈的過程自然也培養出了非常多的常客 有附近的印刷廠天天叫二十碗 一吃就是四十年 還有一位計程車司機天天來吃 一吃就是十五年 大勝軒這間只有十六個座位的小店 逐漸成為拉麵聖地 只要有山岸義雄在 永遠是大排長樓 當時的日本餐飲界 只要某間店成功了 他的食譜跟做法 絕對會被視為最高機密 但山岸義雄私毫不把這些當作什麼 大方而且不吝嗇的分享自己所知道的知識 店裡常常有新來的學徒 有可能只待幾個月就走 但山岸義雄仍然毫不保留 傾囊相受 更讓人感覺到義雄老爹般溫暖的地方是 每位從他這邊出師的徒弟 都能夠打著大勝軒的招牌在外面營業 山岸義雄分文不熟 完全讓徒弟去賺他們的錢 山岸義雄一生沒有小孩 但是他所培養出來的徒弟超過數百名 他曾說每一名在店裡待過的學徒 都是他的兒子 光聽完這一段就理解為什麼我說 山岸義雄根本就是海賊王白鬍子的模板了吧 曾經有一名徒弟開了超多間 以大勝軒為名的連鎖店 年營業額高達5億日圓 但是山岸義雄依然分文不取 除了影響數百名學徒 名廚David Chan也是山岸義雄的死忠粉絲 我疑問他有什麼想法 60年後 會成為一個傳統的Ramen店 和我們知道的食物 儘管獲得了如此大的聖名 但是最重要的人卻無法陪伴走到最後 他一生的最愛二三子年紀輕輕 在52歲的時候就罹患胃癌去世 從拿到報告到去世只有短短的一個月 如此沉痛的打擊讓山岸義雄難以平復 他曾經答應妻子等店裡再穩定一點 就把店交給弟子 自己帶著他到國外旅行 但這個承諾卻沒辦法像之前那樣兌現 1986年幾乎有八個月的時間 大聲宣都是歇業狀態 直到隔年因為有太多的老客人 幾乎是用懇求的態度 甚至是直接上門拜託 山岸義雄才決定回來 他封閉了一樓兩個人的休息室 以及整個二樓 並把妻子買下 一直放在店裡的小貓照片擦拭乾淨 重新營業 山岸義雄退休之前身體早就因為體重過重 下肢水腫軟骨魔鏡 手甚至因為長期甩面而抬不起來 膝蓋也因為患了人工關節 最多只能站20分鐘 不過他每天還是堅持到店裡來 喝完一杯茶之後 就去試湯頭的味道 針對不對的地方要求調整 之後就坐在店門口迎接每一位上門的客人 直到打烊 這種堅持一直持續到了2007年3月20日 因為日本政府進行都更 確定要把這種老建築拆除 大勝軒本店正式宣布停止營業 山岸義雄本人也在這天宣布退休 當天媒體客人以及所有他的好朋友 都到場替他打氣 當天從早上7點就有人開始排隊 到了中午11點半已經排滿了400人 也是當天所能準備的最大分數 服務完所有客人與他們拍照流影之後 73歲的山岸義雄收起暖簾 向仍然沒有離去的客人鞠躬 46年堅持的美味就此走入歷史 因為根據老客人所說 不管弟子再怎麼努力復刻 都再也做不出師父的味道 原店拆除並且把店名交給徒弟在鄰近處掌管之後 都更之後的原地址改建成了一棟 52樓層高的住宅 剛好就跟義雄妻子死去時年紀一模一樣 相愛義雄感覺到 這似乎是妻子在冥冥中默默守護著他 弟子也很好心的買下52樓給老師父住 他就靜靜的在這裡度過餘生 直到2015年 彌留之際的拉麵之神說出了 いらいしゃいませ 歡迎光臨之後離開人世 希望這一個職人故事可以給大家帶來一點點的啟發跟激勵 我自己是非常的感動 我是克里斯蒂 喜歡影片請幫我按讚分享跟訂閱頻道 如果想看到更多料理人物志的介紹 歡迎你在下面留言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